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得早 身体健康就是福分 但是病也是无常 他也是随时来的 我常常讲抓一只细菌丢到你身体里面去 那你就得病了 这个细菌是看不到的 这个就是一种无常 好好的人身体很健康 突然间得病 很快的入灭了 所以病也是无常之一 那么我们密教行者 对于病有这个很特殊正确的观念 就是在生病的时候 你也要懂得去观醒 也就是去观察这个病 在病中也要能够修行 便不是说你生病了 修假 刚好请病假 你就永远可以休息 不用修行 难得请个病假 没有病你也装病 这就是很麻烦 其实生病正好修行 在密教里面讲的 这个叫做病的观醒 这是一种超越 跟一般人的观念不一样 一般人的观念一生病了 就躺下来就完了 不行 你修这个宏光大成就 你生病的人 一样在病中 要有病的观醒 谈到这个病 对医邪虽然很发达 到现在为止 不能治的病还是很多 很简单举几个例子 像癌症 你就没有办法治 像AIDS 你就没有办法治 像这个血糖 你也没有办法完全根治 血压也是的 你也没有办法完全根治 还有 轰湿性的关节炎 还有尿毒 这个都是只能够控制 另外还有 B型肝炎 都是控制而已 都是控制而已 都不能够根治的 所以你得了这个病 必须要懂得 要怎么样子去观醒 要怎么样子的用你自己本身的这个理念 去给他解除这些 这些痛苦 所以在密教里面 认为生病 就是在消业障 因为你有业障 因为你有业障 所以才会有病 那么这个生病 正好是在消业障 你有这种想法 你就可以减轻痛苦 因为你业障重 所以现在正在消业 用病 来把业障给他消除 是一种消业障 我们行则要这样子想 生病的时候 不要紧 那是一种消业障 再来呢 你生病的时候啊 你也会比较懂得一点事情 懂事 为什么会懂事 因为你看到人家病的时候 你说哎呀怎么搞的 就觉得好像说这个病人 觉得很烦啊 或者很那个啊 身体那么弱啊 其实自己病的时候 你就知道病苦 懂得去照顾病人 知苦 知道病的苦 懂得用你的这个 啊 灵敏的这种心啊 去照顾病人 懂得不思 懂得去看病人 懂得是 啊 给药 就是给这个 好像是说不思这些医药啊 或者做疫疹啊 这个都是花菩提心 因为人自己生病的时候啊 才知道 才会知道 这个病是很苦的 懂得这个花菩提心 去照顾病人 啊 病也有好处 啊 这个大家都 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生病 既然也有好处 在密教里面 确实是这样子的 生病反而好 这个越讲越离谱 生病 为什么好呢 生病的人啊 一定守记 这个就是好处 你知道病人 躺在床上啊 他这个不能动啊 那么他这个时候一定是守戒的 这个时候啊一定是生口意清净的 不过也有 也有生病的时候 他就乱骂人了 这个生口意就不清净 不过一大部分来讲起来 生病的时候啊 躺在床上啊 他是身体一定是清净的 因为他身体不能动 意念啊 应该这个时候也是清净的 口也是清净的 这个时候我们修行人啊 懂的 因为是在消业障 那么你躺在病床 你要知道 这个时候啊 是应该要怎样子 念佛要怎样子持咒 那么请这个自己的本尊上师 来加持放光 这个时候用你的意念来修啊 那是最好的 意念来修行是最好的 应该讲起来这个时候啊 啊 意望会比较少 生病的时候啊 那意望都会降低 这是好处 在我们修行人来讲 你生病的时候啊 你意望 只有什么意望呢 只有一个意望 赶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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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意望 啊其他意望啊 你就减少了 你就实意啊 看了东西很好吃的 没有胃口 没有胃口 吃不下 发烧 啊 湯肉 什么三针海外 摆在你面前 眉头都皱起来 没有胃口 没有胃口 十亿没有了 再谈啊 这个色意 你身体 你身体都软了 前身都软 趴趴的 你哪里来的色意啊 色意都没有了 那肝肝 那肝肝 那肝肝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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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来的色意啊 真的 全身都软啊 哪里来的色意啊 色意没有了 这个都是好处 那平时啊 这个意望比较强了 一到生病的时候 他就变成一条虫 本来是一条龙啊 一生病了 就变成一条虫 这个色意没有了 生病的时候啊 那些名利心啊 也会没有的 也会没有的 你还要怎么样子啊 去奋发图强啊 还要去赚多少钱啊 真正大病临生啊 没有了 这些都是好处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再谈 这个密教啊 病的这个关心 这个上回啊 讲到啊 你在病的当中啊 生病当中啊 你意望会减少 意望降到最少 这个是很确实的 一般来讲起来 很多人啊 这个 这个 在没有生病以前 他是雄心泛发的 真名真理的 斗争性很强的 哪一个人碰到他 他都要把哪一个人宰了 啊 在这个 这个今天啊 这个现代这个社会里面啊 弱弱强实 他认为自己很强 到处啊 跟人家挑战 啊 跟人家挑战啊 在生意场上啊 也是一样这样子竞争啊 赚钱啊 不择手段 为名为利啊 就是啊 经常啊 出一些这个公疑心计啊 去陷害人 不只是商场 政界 任何一种的这个 好像说是社会 都是有这种现象的 但是真正大病临生啊 这个是消磨他的壮志 他的壮志啊 就消磨掉 这是好处 但他的欲望啊 只是在于说我的病啊 什么时候可以好 他就是关心这个 这个已经是降低到最 最低的那一种欲望了 以前呢 这些啊 仇人啊 敌啊 要想要做什么啊 大事业 不在脑海之中出现 这个都是好处 所以我常常这样子想啊 师尊本人也是用这个方法来关心啊 病的关心 有时候碰到啊 有很多人啊 跟你竞争的时候啊 你就要时时想到 今天啊 我假如是 得了很重的癌症 奄奄一息 我还会跟人家啊 啊 啊 去争那个吗 去争这个吗 不会 这样子想啊 心中的这个佛 会压下来 心中的佛 会熄掉 这个是一个智慧的关心 也就是你 也就是你时时想 我是一个很重的病人 那你还会跟人家去斗争吗 明天呢 你就要上手术台 心脏要开刀了 甚至你脑要开刀了 你还要想要跟谁斗争呢 你不会去想 这个就是病的关心 你 你虽然没有病啊 要做有病想 师尊常常这样子 我虽然没有病 但是要做有病想 做有病想的时候啊 你就会把这个佛 洗了 你自己想一想明天要上手术台 要开脑 要开心脏 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 你还要什么呀 没有 这个佛就洗了 这是一个好处 要有这样子的智慧 就是病的关心是这样子的 另外啊 无念 这个无念很重要啊 你在生病的时候啊 在病情当中 你来修这个无念最好 因为你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剩下一个念头 就是什么时候病可以好 你连这个念头都没有的时候 就是无念哦 所以你要修无念很简单 这个时候啊 你躺在那里 修修无念 什么都不要去想 怎么样子呢 他有一个方法 他有一个方法 修无念有一个方法 现在告诉大家 你的心啊 八月莲花开放 你知道心的这个脉啊 有八个脉 就是八月莲开放 中间有个夜轮 你想中间有个夜轮 你想中间有个夜轮 夜轮当中啊 有一个咒字 就是阿 阿 这个阿 然后你心中啊 这个时候你病得很重啊 不一定能够出声念咒语啊 你心中啊 你心中啊 就默念那个 蛤 蛤 这个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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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就是上身的咒语 上身呢 这个阿 顺着中脉 往上走 一共念二十一个 蛤 然后出到顶 出了这个中脉的顶 上身西空 慢慢这个咒日啊 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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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五 到了念了二十一个咒日的 蛤 然后停止 咒日也消失 就归于五 归于空 什么都不要想 就进入五念 啊 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无念法 无念法 就是先观想 啊 白夜莲花开放 夜轮 昼日 用二十一个 蛤字 上身 从顶出去 进入西空 进入空跟无 假如你这样子做 当你无念的时候啊 进入无念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啊 你的弱体啊 假如入灭 假如死了 你就往生 因为那个就是你本身的本命啊 那个本命把它从中脉推出去 进入西空 进入无念 这个状态境界很高的 境界很高的 不只是往生而已 甚至你可以得到成就 这是一个方法 你平时修无念也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的观想 做这样子的观想 然后你就禅定下来 就定下来 进入无念 如何进入无念 很多人讲说如何进入如何观修 就用这个方法去观修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你病人躺在床上 看着灯光 看着灯光 两个眼睛注视灯光 然后呢 你把这个灯光啊 看成这个一个圆形的 等于是光镜一样 一个光鲜一样 一个光鲜一样 心啊 就把你自己本身的心啊 从呼吸当中啊 观想从这个呼吸的吸出来 进入这个光鲜里面 进入这个光鲜里面 然后光鲜啊再消失掉 你念头通通一动都不动 一动都不动 这个就是无念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无念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生病的时候 来修无念是最好 因为那时候杂念最少 也没有什么妄念 杂念啊 来清醒 这个时候欲望最低 就是密教 在修密教当中 病的一种关系 所以生病是有好处的 生病可以心地比较善良一点 讲实在话 心会善良 生病也有好处 就是密教本身里面说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Om Ma Ni Ba Mi Ho 那我们今天呢 讲这个 施无邪 施无邪 那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 这个神通啊 跟施无邪 有什么关系 那神通呢 跟施无邪 也许啊 一点关联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神通的人啊 不一定是施无邪 那么施无邪啊 跟神通啊 就没有关联了 神通呢 有的时候啊 是由自己本身修炼 得来的一种力量 一种力 只能够讲是一种力量而已 这种力量啊 每一个修行人都会有 但是能够达到真正施无邪 那就很困难 啊 谈到这个神通呢 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讲今天中午 啊 今天中午啊 啊我个人啊 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那时候啊 那时候啊 啊 就眼睛闭起来 那么精神很统一 很统一 我就看到一封信 这个 letter 啊 看到一封信 我把信的内容啊 从头看到尾 我想一定有这样子的一封信 也就是 也就是only one 啊 就是只有这样子的一封信 那么 下午呢 这个信件来 信件今天是中午的时候到的 然后 这个年龄法师啊 把他打开 打开 就放在我桌子上 我两点的时候 我才看清 这个 跟你讲就是这样子的 我看过的那封信 从头看到尾的那封信 就在这个两点的时候 我在十二点多的时候啊 很定下来看的那封信 在两点多看信当中啊 就找到那封信 只有一封信 一样的 内容完全一样的 日体也看的完全是一样的 哪一个国家寄来的 那个信封啊 上面那个尤票 也是那一种尤票 完全看的是一模一样 你说这个是不是神通 我十二点多看的那封信的内容 在两点多的时候信到了 我把它打开 打开了 其中有一封就是这样子的信 这个马上就应验的 马上就正验的 这个就是正验 表示呢 佛菩萨很关心这件事情 他先把这个信拿来给我看 我从头看到尾 然后我再去看信的时候 马上可以找出那封信出来 确实有这样子的一封信 这个就是神通 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讲 这样子的神通啊 跟今天要讲的题目 毫无关联 实无邪相当困难 相当难 这个在密教里面就叫做意念清净 意念清净 能够意念清净的话 差不多都快成佛了 可以讲都差不多快成佛了 那么很简单的讲 你虽然有这个神通的力 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实无邪 换一句话讲 越有智慧力量的人 假如他走到偏门 他患的罪业就更大 我们现在有讲的智慧患罪 智慧患罪 很有智慧的人 他造下来的业他更大 因为怎么样子 他不能实无邪 他虽然有很高的力 很高的智慧 像天魔一样 他的这个力很大 他的法力很大 但是他是障碍你的修行 障碍你的成道 你要成佛跟成魔 所谓成佛就是实无邪 成佛本身就是实无邪 你成魔 你有神通有法力 你照样是成魔 所以讲神通跟实无邪 毫无关联 神通只是一种力 一种力量的力 实无邪是一种清静 清静 完全意念上的一种清静 那我们修行 以前 像我来讲 我跟 瑶慈金母 谈过 交谈 我得到感应以后 我跟瑶慈金母交谈 我说我不要修得那么辛苦 你给我三颗仙丹就好 那时候都求仙丹 听说神仙有仙丹 你给我三颗仙丹 我要求的三颗仙丹是什么 第一颗 可以飞行 可以飞 可以飞 第二颗 可以变化 哇 你看那个七十二遍多好 我假如有七十二遍就好了 这两颗给我 还有第三颗我要求是很真实的 就是怎么样子 实无邪 就是说 那我完全是白的 一点欲望都没有 真正非常纯的 非常纯 非常圣洁的 非常光明圣洁的 完全一点点的这个 不好的念头都没有 我说这个 结果这个姚词金 这三颗都没有给我 白求 白求 他有显现了 但是他没有给我 他说给你的话 那 大家都这样子求就可以了 全世界上的众生 都每一个都这样子求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又可以飞行 又可以变化 又是实无邪 你不是神仙 你就是长生不老 永远移 这个移咒真理合一的神仙 就是这三样嘛 那你那么简单啊 你一通灵以后 他就给你这三颗仙丹 一吃啊 什么都成了 那就不用修行 按照姚泽经母的说法 这个仙丹在你身上都有 你自己去 去修 把它修出来 那 就是姚泽经母本身的这个回话 他回给我的话 他说 要修出来的 才是自己的 给仪的 哪不算功利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谈到这个书无邪呢 就想到一个很真实的 很真实的事情 不过不要讲是谁 我知道有一个老和尚 一个老和尚 那么他得了病 进了医院 进了医院 年纪很大的 老和尚得了病 进了医院 那个时候他脑筋啊 不是已经不是很清楚 已经不是很清楚 那他有一个动作很奇怪 那这个 就是说 那个富士小姐 富士小姐 进到这个房间里面来 这个老和尚呢 他看到富士小姐一进来以后 他就很快的把自己裤子脱起来 脱掉 那么他还会毛手毛脚 和尚耶 修行多年的老和尚 他还是会生出怪手 他生出怪手 那么很多弟子就讨论这件事情 他的弟子 这个师父已经开悟 师父已经开悟了 他已经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完全很坦然 这算什么开悟呢 因为男的富士进来啊 他就不会脱裤子 他也不会生怪手 他就很快就他就脱裤子 他就很快就脱裤子 应该讲起来啊 假如是开悟的话 他是男的也进来他也脱裤子 那一地平等嘛 那一地平等嘛 平等心智嘛 这个按照我所说的 就是师有邪 不是师无邪 为什么他以前不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以前是压抑 就是把这一种念头啊 压住压住 在佛典里面讲的 压抑是不行的 压抑啊 如从大石头啊 压住草一样 草虽然被你压住了 有一天大石头一一开啊 那个草又站起来 他会长得更茂盛 老和尚修行啊 他当然是 希望把这些的欲望啊 压住 尽量压住 就像石头压草 有一天啊 他的这个意念不清楚了 石头一一开了 这些草通通站起来 所以有讲欲望啊 是不能用压的 不能用压的 所以大一知水啊 用疏导法 我们本身的密教里面啊 或者佛学里面 讲的是转化 把它转移掉 把这种欲望啊 想办法转移掉 用方法去修 所以无上密布啊 密教的无上密布啊 就是在修你的欲望 把你欲望给他转化 甚至以欲来止欲 用欲望啊 来止掉你的欲望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修法 然后只有功力够的人 才能够修 以欲来止欲 就是无上密布 所以密教修行啊 有用欲望来止欲的 但事实上 不是一般人可以修的 一般人啊 我们讲这个佛学来讲 转移的 用转化的 所以这些很重要啊 你在修行过程当中啊 都是会碰到的 好像为什么你生在欲缺天 因为你贪 贪 贪什么 贪快乐 你就生在欲缺天 那个欲色戒啊 欲缺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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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热 过以贪的 所以生在欲缺 那么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你太贪这个热受啊 快乐的这种享受 你就会产生贪念 这个是贪 这个是切施啊 所以在异界的切施 完全就是贪 那么在社界呢 社界产生静光 静光啊就是明 那么产生静光要用火来产生 用左火来产生 假如你执着静光的很强烈的这种静光 你必须要生出这个火 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沉念 贪沉之的沉 就会产生出来 其实也不能太执着静光 不能太执着热受 不能太执着静光 那么再进一步呢 到了无色戒 无色戒就是空 有很多人执着空啊 我要无念 要进入空性 其实无念跟空性啊 你假如太执着了 就变成知 贪承知的知 就会变成空空 所以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异界啊 这个异界啊 就是贪乐 色戒啊 就是沉 静光 无色戒啊 就是直着空 就会得到知 这个知 贪承知的知 余知的知 这个都是直着的 那么如何在修行当中啊 能够施无邪 意念完全清净呢 必须要发菩提心 然后要对峙这些现象啊 你要知道 不管你怎么样子大乐 都是犯 不管你产生多少的静光 也是犯 你进入空性 也是一种犯 所以无论如何啊 对这个执着啊 一定要弃掉 对这个热 明 空 还是要弃掉这些执着 你才能够入四圣界 才能够入四圣界的 这个进入四圣界啊 就是实无邪 意念清净 没有直着 但是这个时候啊 只存着一个菩提心而已 只存着一个菩提心而已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些道理啊 因为你在修行过程当中 你会产生快乐的接受 那就是贪啊 你会想需要有静光 升起着佛 就是成啊 你啊 想要无念进入空性 就是直了 贪、成、之 就在这里出来 要把贪、成、之 完全消除掉 就一定要知道这些是犯 一定要施无邪 一定要生菩提心 用这个来对峙啊 这个时候啊 才能真正得到成就 那我们今天呢 那我们今天呢 来谈一谈密教的这个七日 往生法 那我们晓得啊 那我们晓得啊 这个显教啊 有七日往生法 那就是阿弥陀经里面的 提到这个一至七日 那你能够一心不乱的念佛的话 临终 临终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 这个阿弥陀佛 跟诸圣众 现在其前 皆迎往生 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有 这个一到七日 念佛一心不乱 那么阿弥陀佛跟诸圣众 现在其前皆迎往生 阿弥陀佛 这个是一般来讲起来 是很重要的一个 往生的一个方法 那么阿 要再讲这个密教 七日 往生法的时候阿 往生 我们先谈到这个 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在芝加哥啊 芝臣雷藏寺 有位 毛和官师兄 那么他的往生啊 更加的这个奇特 他有好几种现象啊 显示他已经往生 第一个 他一先知道这个死期 在他临终之前啊 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一四日 就要往生 那么他往生的时候啊 刚好是一月四号 就是一九九七年呢 一九九七年的一月四号 这个一先知道死期啊 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一般来讲 只有这个大德高僧啊 能够知一先知道死期 这个毛师兄啊 这个毛师兄啊 能够一先知道这个死期 就是不简单的 啊 啊 我们 学佛的人知道啊 以其中啊 很多的不知 其三不知当中 其中的一样不知就是 不能一先知道死期 任何人都一样的 但是能够一先知道死期的 一定是修为啊 他的修行已经很高深的 可见真和密法的这个殊胜 再来呢 他死的时候啊 他还能够持咒 还能够念佛 念阿弥陀佛 这就不简单 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啊 一心不乱念佛 持咒 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啊 能够一直跟着念佛 他还面露这个笑容 面露微笑 人死的时候 大部分是恐惧 精凡 发隆失色 整个脸啊 变青变白 很难看的 但是这个毛和官师兄 脸色啊 脸色啊 慈祥 还微笑着 含笑而是 这个都是往生的象征 不但知道死期啊 死的时候还念佛 还面露微笑 还有呢 他作画 他这个作画也是很特殊的 那个 那个 他的这个佩朵啊 可以这样子站立起来的 临终的时候啊 还特别这个椅子啊 还是能够站立起来 既然是作画 这个都很难得的 因为人在死的时候啊 全身一点力量都没有 如何坐着走呢 他能够坐着走 这也是非常神奇的 还有一个象征 你知道大巴法王佛画 十六世大巴法王佛画的时候啊 空中现出彩虹 那个红光啊 彩虹 非常漂亮 直立的往西空中生 今天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毛和官师兄啊 他在佛葬场佛画的时候啊 空中现直立的彩虹 啊 虚空中现直射 虚空中一点云彩都没有 既然现出这个彩虹 很漂亮的很大的这种 啊 七彩的彩虹 就在佛画的时候 很多人大家一起都都看到 更特殊的是 佛画以后啊 前身啊 他的驼步啊 取下很多的蛇利子 白色的结晶啊 坚固子蛇利子 这个也是啊 大德高深才有的 他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 跑到这个日夜谭 要看蛇利子 跑到日夜谭啊 弦庄寺 弦庄寺去看弦庄法师啊 啊 这个唐三藏 弦庄法师的蛇利子小小的 去看那个蛇利子 去看那个蛇利子 一点点的蛇利子 这个地方啊 取下来就不知道有多少蛇利子 这个就是一种成道的一种象征物 蛇利子本身就是成道的象征物 象征物 在显化出来 显化给亲人看到 他跟莲花童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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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啊 平安 非常的吉祥 非常的安乐 往生佛国 大家能够一知死奇 死的时候又能够念佛 面带笑容 面带笑容 又是做法 另外天空出现彩虹 又有蛇利子 又显化给亲人看到 是往生的瑞相 真佛中啊 真佛秘法 切实本身来讲起来 有大的效应 有大的效应 能够往生成佛的 这个都是不可以否认的 那么也是实际上有证验的 我们将来啊 要把这个毛河光 往生记 编成一本小册子 让世人认清真佛秘法的可贵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在谈 这个七日往生法 以前我讲过啊 这个显教的七日往生法 一心不乱念佛 一到七日 你就可以往生 那么有一个麻烦是这样子 他说好 既然一到七日可以往生 我就念 念念佛一心不乱 怎么办 结果 到了第七天 还没有走 然后一到七日 结果都念了 还没有走啊 怎么办呢 那就一到八日吧 一到八日也没有走怎么办 那继续念啊 一直念啊 一到四十九日 一到一百零八日 哇 都还没有走 真的是长寿了 这个弥陀经是这样子比喻啊 一到七日 你念佛的话 一心不乱可以往生 其实他是这样子教你的 每一天啊 都是第一日 你念佛的人要这样子想 不能说只念这七日 每一天都是第一日 每一天啊 你都要念佛 要不停的 啊 这个七日往生法 便不是说 哎 管他的 反正最后七天我才来念 啊 我一心不乱念佛 啊 七天就可以往生 不可以存这种想法 因为啊 什么原因呢 你不知道哪一天你 你临终啊 哪一天你走啊 你以为哎 我剩下七天 你哪里那么准 活菩萨又没有告诉你说 只剩下七天 不像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能够抑制死其 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 你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死 你才能够一到七日念佛 你不知道什么死 每一天都当成第一日 啊 这个就是我教大家如何念佛持咒 其实念佛持咒啊 天天都要的 天天都要的 你平时很忙 你找一个时间 啊 十念佛也好 就念十记佛号也可以 念十 十 十记咒一也可以 十 确实太忙 你也只能够这样子 那么我们真正的行者来讲 这个可以讲 十一柱行都离不开这个持咒念佛的 十时刻刻在念佛 十时刻刻在持咒的 那么七日往生法呢 其实只有一个阿跟一个home字 home嘛 就是代表你自己 十时把自己想成home 那么home你知道怎么写一点一个圈 一横 那么几个勾下来一个勾 home home 你实时把自己想成一个home字 那么西空中啊 你要想出一个阿字 阿 一个阿字 阿字有一个勾 那么一个生病的人啊 或者是说他是一个老人 他只要想自己的身体是一个home字 那么西空中想一个放光的阿字 那么这个阿呢 实时以他的勾啊 这个穿进去这个home字的那个圈圈 勾住 勾住 这两个字的观想 阿 home 阿 home home就是自己 阿 就是宜昼意识 我们晓得这个om嘛 就是宜昼 阿 就是诸佛 home 就是成就 那么我们实时观想阿 阿 整个西空都是阿 在想自己是home 那么用这个阿字的勾啊 来勾住自己的home的那个千千千 临终 临终 你就只有念阿 home 两个字而已 那么观想到成熟的时候啊 你一口气阿 home 这个阿字勾住这个千千 一口往上一提就往生了 一至七日 只念这两个字 这就是密教本身的这个七日往生法 显教要念阿弥陀佛四个字 密教阿 home 两个字 而且要想念那个勾住这个home字 勾住这个home字 往上一提就往生 啊 就直接就可以到佛国了 所以想起来啊 这个密教七日往生法还比显教还便宜 因为显教要至少要念阿弥陀佛四个字 我们只是啊home 快一点 因为到时候你呼吸一口气不来 啊home 就走了 那呢 念这个阿弥陀佛 啊 哇 只有一个字 来不及了 这个阿弥陀佛四日比较难念 啊home 两个字很好念 一下子就往生 那这个情形呢 还是一样要一心不乱 应该讲起来还是一样要一心不乱 你密教啊做观想 一样要一心不乱 所以一心不乱呢 是真正的口节 不管你是念佛或者持咒 一心不乱就是真正的口节 那念佛往生 已经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这个阿弥陀佛本身的试验呢 非常的伟大 你只要信 愿行 你相信 阿弥陀佛的愿望 你去实修 你就可以成就 就可以往生 那最重要的 那最重要的信愿行 一心不乱 你相信 那么密教这个七日成佛法 一样的 因为宇宙啊 诸佛的种子日就是阿 它有特别的力量的 这个宙日啊 有特别的力量 那么宇宙啊 那么宇宙啊 就代表我们众生 也是代表一种成就 你知道这个宇宙啊 一日清净法 我讲过了 很好用的 你把自己观成 HOME字就清净了 你把这个HOME字啊 可以出去走的 可以到哪里啊 可以出去的 那么把宇宙整个 都变成HOME字的话 那也就是整个宇宙 通通都清净了 一日清净法 可以这个HOME字从你身体出来 然后到这个很高的山之巅啊 海之崖 你都可以去的 当你修成了成就以后 以这个HOME字观 观想它到哪里 你真的就可以到哪里的 真的成就的时候是这样子 整个宇宙你都可以变成一个HOME字 包括你自己都变成HOME字 这个叫HOME字 一日清净法 这个HOME字是凡字 是藏字 有大的法力 阿字也是一样的 有很大的法力 所以这个阿、HOME 两个字 是这个密教七日往生法 也就是成佛法 这个修行非常的重要 能够观想到一心不乱 就是真正的可解 今天就讲到这里 Omma nebami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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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